大家好,我是全台湾最重视基本面的老师何吉鼎 GD老师 今天台股下跌了198.16点 盘面上啊 除了游戏类股 还有防疫类股之外 可以说啊 所有的类股族群是报纸通杀 全都跌 在这样难做的情况之下 上个星期啊 经济日报的全股比赛 冠军又是我 单周冠军是我 季冠军是我 累积冠军 通通都是我 到底股票怎么选 这礼拜我又选了哪些股票呢 你还能错过今天的节目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在开始之前呢 一样啊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的盘前资讯 来盘前资讯的部分 来盘前资讯 今天在盘前的时候 虽然说 我的预测是有 一点点落差 我跟大家讲说 台股啊会在哪里 会在18200点到18500点之间区间震荡 结果今天啊 好像是跌破了18100点 所以呢跟我预测的低点 实际上也只是差了100点 我依然预测啊 台股啊 会在18000点之上啊 持续震荡 等一下 再跟大家讲 为什么 来在热门类股的部分啊 其实早上啊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很 很好的消息 但是很好的消息也不见得一定会带动股票 持续的向上涨 所以我早上都看了消息 还有搭配基本面加上技术线 帮大家去看一下 早上报纸写的 类股族群到底值不值得大家进场 早上呢 有没有早上有一则新闻就说尤达打到了mini LED的一个应用 所以呢今天呢可能有很多人跑去看什么尤达群创啊 彩晶啊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尤达群创彩晶今天表现的状况如何 尤达 跌嘛 3481 3481的群创 跌嘛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看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反而看的不是什么 尤达本身 你要看的反而是什么 mini LED族群因为昨天有跟大家介绍过mini LED族群是盘面上少数算比较强势的 电子类股盘面上电子类股 几乎可以说是 全叠了嘛 所以呢我跟大家讲说你可以注意什么 台表科 惠特跟富彩 来我们来看一下台表科的部分 今天台表科今天表现还是相对的不错的 来台表科的部分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台股跌很惨 台表科还能创新高 对不对那我们再看到富财的部分 一样富财的部分今天是不是涨 今天台股大跌了200 快要200点 然后呢 富财却还能涨快要半根你说这强不强而且快要创什么 历史 新高这样股票是蛮强势的蛮值得大家去做追踪的 另外呢惠特的部分呢虽然说今天没有什么涨 但今天说真的没什么跌啊 就算强势 所以早上我给大家看到的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 对不对 别人看到 友达打到mini LED 想到的都是什么 友达可不可以买 群创可不可以买 彩晶可不可以买 那我跟他家想的反而是什么 我看到这则新闻反倒是 友达都用了mini LED 以后各 各个产业各个的一个相关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都有可能采用 mini LED 所以呢 mini LED有可能会持续的一个量产 带动相关的类股族群比如说台表科惠特 富财 营收持续的向上 所以这一块我就看到的跟别人 不一样 另外呢今天早上又有一个消息说 合金啊 产能供不应求啊 我跟大家讲说 我觉得合金啊 持续震荡的几率是比较大 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合金 来 今天合金是不是下跌 震荡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不用太乐管 因为今天就是报纸通杀嘛 所以我跟大家预测就是 我说今天持续震荡的几率比较大就说 就是大家不要乱去追啊 合金的部分 另外联电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公布营收啊 公布营收表现的非常好 我跟大家讲说股价反弹有限 观望就好 今天的联电 今天的联电我们来看一下 2303的联电的部分 来今天是不是也是收黑 所以今天是不是震荡 对我觉得反弹有限啊 观望就好 营收向上也没有办法带动股价向上 所以你要基本面 搭配技术面 消息面 三面 都要去观察 你才能判断出正确的趋势 所以我早上都会找一些报纸啊 就最新啊 比较 大家可能会关注的一些股票 来帮大家做分享 给大家资讯 真的 非常重要 而且呢我早上还帮大家画图 道琼指数都帮他画出来 我说道琼指数 创新高之后马上拉回 这就是一个突破失败 突破失败之后呢 后续 应该是持续震荡的 机率会比较高 那台股的部分呢 我也一样跟大家讲 你看前波没跌 跌破嘛 我觉得多头走势目前来讲 还没有改变的 给大家早上的资讯 真的相当的重要 还没加入我相关媒体 频道的朋友们 现在就加入吧 打开你的手机 相机扫描 这两个QR Code 分别加入我的 LINE跟TELEGON的群组 如果你想用关键字的方式搜寻 请你打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记得LINE 一定要加小老鼠LINE 我本人会亲自回复 另外TELEGON的部分呢 这边 千万不要加小老鼠 最近诈骗 真的非常多 我告诉你去打一个小老鼠GD1788 TELEGON那个不是我 他还会写什么 航海王 官方网页 所以呢 大家不要再加错了 另外我们的脸书跟 一个YouTube的频道呢 也千万不要忘记做订阅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 扫描这两个QR Code 就可以分别加入我的YouTube 还有Facebook的一个频道 如果喜欢我的一个分享的话 记得要按赞哦 当然了 订阅杆跟开启小铃铛也是一定要的啦 好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盘事的部分 今天盘事的部分 其实我早在10月14号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 台股会绝地大反攻 结果呢后来呢 打了两个底之后呢我就跟大家讲了 台股是一个W底的理论形态 W底的理论形态的话就是会突破颈线之后呢回撤一次 颈线然后直线的向上 那个时候我跟大家预估啊 我说啊如果照W底的理论形态的话 这一波直线向上的话 因为我们算理论形态的话都是水平平移 也就是说这边颈线到这边低一点的距离 水平平移从突破开始算 一样的距离到这边大概我计算出来 这个距离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边叫做18700点 但18700点呢 你会发现 会经过哪一个点位 18500点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短线上啊台股的目标价 应该是18500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台股的线息 是不是完全如同我跟大家讲的理论形态呢 来台股有没有W底 有没有W底在这 颈线在哪里 颈线在上一波的高点就是颈线的位置 这边就是一个颈线的位置 所以我们画出来颈线的位置 有没有看到是不是突破颈线之后呢 回撤一次颈线然后就直线的震荡向上走 你问我说为什么不是直接向上 投资朋友 理论跟现实啊 还是有点差距的 就好像我常跟他讲 你去看一下你的左半边连跟右半边连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理论跟理论跟现实上跟现实上是有点 差距的 但是他 还是什么 沿着一个理论的形态 理论的 理论的一个状态啊 持续向上走高 所以这样子呢是完全就是已经完全命中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波最高点 最高点到哪里 我们跟大家讲 理论的一个目标价是18700点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 他的位置在哪里 18619 最高 最高之后呢出现震荡 震荡你会发现 后续到底怎么走 其实理论形态已经大致上是走完了 那后续呢我们就要看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多头 那是不是多头我们就看到 我们从这一波的起涨点 从这一波的起涨点是从这边开始 算到这边 是最高点 从这个最高点呢我们从这个波段 往下看他回档的幅度 多大 如果回档的幅度呢都在什么 黄金比例切磕把 0.382之上 这就是多头 你不要怀疑 好所以我们帮大家划出来 这就是0.382 对不对 这条线在这边 所以呢后续只要在0.382之上 持续的震荡 其实 这都只是一个多头的一个修正格局而已 那如果你要看一下 到底 现在经济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话 今天为什么下跌 我们就要搞清楚 今天为什么下跌 来 今天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亚洲股市的部分 亚洲股市还有 像道琼期货指数的部分 其实今天都是稳定收红的 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指数也是收红的 入股呢虽然说收的不漂亮 但是他是还是红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对不对 好所以呢今天亚洲股票指数呢是表现的是正常 所以呢今天的台股下沙绝对不是因为什么 国际的因素 那绝对是自己的因素 那我们台国内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是疫情是不是有点 升温一点点 但目前来讲 看起来还好 所以呢今天的下沙最主要的关心 关系啊就是什么 国内的疫情是有点升高 台湾人是比较担心一个疫情的状况 但是说真的 美国单日确诊超过一百万例 台湾只有四五 四五例算说有可能扩散比如说到十几例 但是目前来讲呢 哎状况也还好吗 而且Omicron的病毒啊 他其实是有点 流感化了 所以我觉得市场是有点小题大做 既然呢疫情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国家比如说像 国内嘛国顶嘛 昨天不是 二阶段就是 临床测试 有效是高达97% 7天之内有效28天全域率是100% 那台湾的生纪公司都能做出口服药了 那你信不信 很多国外的公司都已经有能 有能推出新冠肺炎的口服药了 包含辉瑞啊 对不对 莫沙东啊 是不是都有推出 什么 新冠肺炎的口服药 所以口服药越来越多的状况之下 其实疫情的影响就越来越小 那疫情的因素你就可以把它拿开 疫情的因素拿开之后那你就知道了 今天绝对是一个恐慌性的沙盘 既然是恐慌性的沙盘你何必担心 何必害怕呢 何必呢 对不对 好所以 台股呢预期还是会在震荡之后呢 再走高 那重点还是在哪里 重点还是在选股嘛 来 我快速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的节目啊 还是一样 我的核心怎么操作 我核心的操作选股呢 就是我要找一个类股族群 整个类股族群都在涨的 整个类股族群都在涨的呢 那你就去看一下这个类股族群当中 龙头是谁 基本面最好是谁 技术面表现的最好是谁 所有的面都观察过后呢 你再去决定 要操作哪一档股票 所以前一阵子呢我快速跟大家讲一下前阵子呢2330的台积电大涨的时候呢这几根 这几根大涨我们不要看后面我们就看到这几根大涨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 台积电大涨 但是呢你会发现 其他的比如说联电啊利基电啊 是不是同一个类股族群都是晶圆代工对不对世界都没涨 那就代表说你现在去追台积电我觉得不适合因为他没有一个整个类股族群 都在发动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台积电你可以 看一下我那一天什么时候 来 1月4号的节目 我就跟大家讲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台积电你很想买台积电他一定会有一个拉回的机会让你买 所以你看一下今天 是不是一路的拉回 那拉回到什么时候可以买 我告诉大家这个缺口不能跌破 这个缺口如果跌破的话多头气势就破灭了 多头气势就破灭的话我建议你 还是不要买 所以你看一下整个类股族群的效益是不是非常明确 又或者是呢 我们前一阵子啊有在做 那个 APF载版的部分 那APF载版的部分我们是出在这边的相对的高点大概2202 230左右 那后来呢 他又再突破一根了 突破这一根之后呢我完全对他还是没兴趣 讲到这边啊我最近有一些 会员朋友来找我 最近真的太多人来找我了因为 他跟着老师都有问题啊 我发现有很多老师啊都在追高 有很多强势的类股 结果都是买在最高点 结果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震荡 这些投资朋友来找我持股整断的全部都赔钱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也不需要在这边过度去追高 你看这边我为什么没有再去追高 有些时候可以追有些时候不能追 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整个类股族群啊 只有星星在走强 你看一下 这什么时候 12月23号 12月23号星星是再创新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部分 你可以观察同个类股族群应该会同涨同叠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南电的部分12月23号在哪里 12月23号在这边 有没有涨 12月23号 有没有涨 有没有涨 来 12月23号在这边 有没有涨 没有涨 所以没有整个类股族群在发酵 另外一涨叫做什么 紧缩的部分 紧缩也一样 12月23号在哪里 12月23号 在 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没什么涨 对不对没什么涨 所以呢其实啊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同个类股族群都会同涨同跌 所以你要观察一档股票到底值不值得你进场去买 你要看一下其他的 族群 其他相同的一个类股族群 有没有一起在涨 又比如说像最近 最近最夯的不是游戏类股吗 防疫类股吗 所以游戏类股跟防疫类股 全部都在涨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之前有帮大家选了一档 叫做星云 星云的部分呢 其实啊 他就是一个台积电半导体设备厂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 那时候最强势我跟大家讲说那叫做三幅化 三幅化走势非常的强 三幅化走势非常强 一路从100块涨到快要两倍187块 那既然三幅化大涨之后带动几乎所有 半导体相关的设备厂 耗材厂 全部都涨 所以我们就帮大家选一档 还没涨 震荡持续布局 我们也不要去追高 好所以呢我们那时候选了一个叫星云嘛 结果星云呢我们果然在布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布局嘛 我们没有在 带你去做追高的动作你要去追高的话我觉得 有的时候可以追高但大部分的时机不能追高尤其是 你觉得现在的股市 现在行情是不是在处于修正 既然是处于修正的话你去追高你觉得成功率高吗不高 所以呢你看一下我们在这边震荡持续布局的时候呢他就一路向上涨 换手也跟大家讲了 涨到12月29号就涨停板 涨停板之后呢继续涨停板 涨停板之后呢继续创新高之后震荡一下我认为没有 没有太大的状况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观察说 三幅化没什么跌 那其他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厂都还在涨 所以我就坚持下去 可是到了1月5号 其实是有点状况的 1月5号是有点状况的因为他跌破了这个 缺口这个叫做缺口跌破了之后呢 这个多头的气势就有点散掉 再搭配那时候三幅化是有点震荡下跌的 所以我对于 星云的后续啊 就有点担心 那担心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隔一天 1月6号的部分 1月6号的部分是这一根收 收红嘛 收红之后呢 可能很多老师哎呀赶快进场去追带你进场去追 这个缺口有手 虽然说缺口有手这个缺口有手对不对 但是整个肋骨族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三幅化 已经出现很明显的下跌了 三幅化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 该出还是要出 除非他1月6号这一天是什么 涨停板他涨停板又收不上去 所以我建议这一天 全部出清 来所以呢我们的星云呢 已经全部出清了来证明在这边 星云 有没有看到 星云 市价卖出全数获利了结 那一天1月6号 全数卖出 获利了结 好这一波就大概就30%左右 好所以呢你看一下我们叫股票都是有叫进叫出 我们之前又一直跟大家讲我们啊 作对股票其实操作股票你要像 带兵打仗一样 持续的布局持续的布局做对就是要加码加码再加码 你买的多 才会赚的多所以你看一下我们 我们星云是怎么布局的是不是有图有真相 来我们看一下 10 11月 12月12月10号 12月10号 这边有没有星云市价买进吗 对不对 12月17号 现价单80块 现在100块 下跌下来都还100块差不多 对不对 12月23号 这边有没有 星云82块买进 12月27号 星云84.5 现在都90几块 下跌还是90几块 你看我们是怎么做的 来12月28号 有没有星云市价买进 对我们就是这样子 作对一路的布局然后呢 12月29号 有没有看到12月29号 星云市价买进所以呢 你看到今天我们那一天出掉之后 我们在这边出光之后 是不是完全出在相对的最高点 老师你不是出在最高点 有谁能出在相对的最高点 对我们是 我们是 应该说 有人能出在最高点吗 没有人吗 所以我们出在相对的最高点 就已经很棒 资金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重新布局 其他的股票 资金如果在你手上 什么都好谈吗 对不对 什么都好做 你要再去换什么 你要去再换其他的股票 都可以 另外呢 我们 抓类股族群 除了 星云之外 还有什么 那阵子有一个比较强的类股族群 叫做政绩材料 政绩材料呢相关的类股族群我认为都蛮强的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抓的是利凯 利凯10月15号进场之后呢就涨停 涨停之后震荡一阵子我们还是持续的布局 布局完之后再震荡我们就太开心了可以持续的布局 布局之后呢那你看他就一路的向上涨了几根涨停板 涨了五根涨停板啊 涨了五根涨停板啊 那我们呢最近呢我们就在观察 我常常在我的节目上我常常觉得 看我节目不要整天就是一直想要 标股老师你跟我讲标股在哪 我希望大家还是跟我学一些东西 那100块整数关卡如果上不去我常常强调100块整数关卡整数关卡上不去 那就是有压力 所以我那时候也在密集的观察 他的100块整数关卡也有没有办法上去如果没有办法上去 我就是要停立 所以呢你看一下 这么多天了 已经几天了 我们到这边已经几天了 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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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了 这边第五天了 所以他一直上不去的情况之下我们在1月6号 1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说 利凯 请市价卖出 99.5 获利的快要 40%最高 最高获利快要40% 对不对 那在今天呢 今天我们已经把剩下一半的 所有的利凯全部都卖掉了 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出在相对的高点 我们是在 出在大概96 97附近 所以呢你看一下今天我们是不是有精准的命中 又是出在相对的最高点 为什么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你会发现长元科也出现了一个高档震荡 那利凯是正极材料最先发动的 他当然是维持在相对的 最高点 那你看一下我们都是较劲也较出 来这边是不是有较出 对不对 较出嘛 卖出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较劲的 来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11月15号较劲 11月18号较劲 减资 减资呢暂停交易也跟你讲了 对不对 12月21号继续较劲 你看那时候才71.5块 今天即使我们出掉你出来最低价也是96块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操作的模式 就是这个样子 也因为我们这样的操作模式 我们才能一直在经济日报上面怎样 全国比赛一直都是冠军 我们上一季的比赛 你看一下我们的累积绩效是从23 31 36 38 50 58 66 对不对 而且呢我们一直一直都是单周 累积双冠军宝座 你看一下 11月28号单周累积双冠军 这都是报纸 都没有办法作假 12月5号 又是当期的报纸 对不对 单周累积双冠军宝座 12月12号又是当周的报纸 单周累积双冠军宝座 12月19号继续单周累积双冠军 对不对 我们的绩效就是一路一路的不断向上 你看其他人绩效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他人绩效一直都在20%怎么样 上不去 20%左右上不去就是上不去 那只有我 能一路不断的向前冲 我们可以看到38 50 58 66 对不对 好那你去发现我刚跟大家讲 你看他们的绩效是不是一直都在20%上下上下跑来跑去 就只有我能带着你一路的往前冲冲冲啊 所以呢最后经济日报全股比赛 截止为止呢 我就上了头条嘛 经济日报上头条很难啊 有没有办法上头条 对啊 你要花多少钱才有办法上头条 几十万吗 对不对 好所以呢你看一下 1月2号 星期天的报纸 我们就上了头条 合积顶 上一季赚 65% 65% 一季赚65% 最佳一档 立凯 不就是我讲的股票 我们也 获利了结出清了 对不对 那这个礼拜呢 各位同志们 这礼拜 冠军 还是我 冠军还是我啦 现在第1个礼拜 刚开始 才刚开始而已 今天的行情有多差 这礼拜的行情有多差 我想 有在操作股票的人 都一清二楚 这个礼拜还能选股选到有正绩效 坦白说就只有我啊 你看一下其他人的部分 负2% 负9% 负6% 只有我 能维持正报酬啊 现在盘面上哪一档股票在涨 还能维持正报酬 已经完全就是说超越大盘了 那大家想想看在震荡下跌的时候呢 我能维持正报酬 当 股票要 重新再发动的时候 那我不就会 绩效大幅的 上升吗 过去来讲我不就是这样的吗 你看我们就是 做一样的事情吗 我们用一样的选股 一样的方法 绩效就是一路一路不断的向前 对不对 绩效就是一路一路不断向前 然后 冠军呢就一直累积累积 单周就是 冠军又是我 你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一路一路的以来 就是用同样的选股方法 上一季 我创造了 65%的获利 那这一季呢 这一季你还不把握趁现在吗 趁现在尤其是现在更要把握行情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现在不是台股正在下跌吗 下跌的时候不就是要趁下跌的时候 买便宜你才会赚得多啊 趁现在进场布局 不是很好吗 而且呢 我们股票也没有很多 说真的你真的要我带你 我们不用多 我们只要帮你重压 几档 会赚钱的股票 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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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的布局 持续的重压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很多老师都会讲说 跟着我来重压 跟着我来卡位 跟着我来布局 有几个老师能拿出这么多的对张单来给你看 没有吗 只有我 对不对 我的抠讯 我的抠讯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刚才的一个星云来讲 我们是不是拿出多少的 抠讯了 你看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要重压 一次叫你把所有的资产压升加压下去 你会怕 你 你绝对会怕的啦 但是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 你只要很简单 跟着我很简单 你就是 把你的资金 分成7到10笔 每次我叫进你就买进一笔 每次我说叫进你就买进一笔 我说换你就换 不知不觉当中呢 强势股最多最多的就在你身上 你看一下我们的预创 当初叫了几次 我们预创当初叫了七次 元泰 叫了六次 立凯叫了四次 然后呢 星云叫了七次 是不是都证据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叫了这么多次 如果说你还没有重要 真的 真的你要检讨了 跟我真的没关系 你看一下我们就讲XXX Triple X 我上次跟大家讲说我们布局了 这一周布局了三次 今天呢还在布局 那这几天呢我给大家一些提示 你看他营收是持续的向上 毛利率 营益率跟税后净利率也都不错 那今天呢坦白说我在把他现行放出来你都知道是哪一档了 坦白说今天 他是开高 拉下来之后又收上来 很强势 维持大概接近非常平盘的一个地方 我认为今天又是一个不错的加码店 所以我今天啊 有新的会员我又叫说今天第一笔资金进场买进 旧会员 就先不要 先等待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分比进场 就是要帮你规避风险嘛 比如说呢 在50块附近震荡震荡的话 对不对 你在50块附近进场 进场一笔资金之后 如果后续跟着时间的推移 经过了5天 3天 10天 都还是在50块附近震荡 你不觉得50块就是一个非常有手的位置吗 所以既然经过了时间的淬炼之后呢 他还是没有跌破50块你就可以再加码进场 一笔资金 又或者是 当50块 的部位呢 已经慢慢涨到了65块 你已经确认65块会向上涨的话 你当然已经有一笔资金 赚钱了 当然可以再加码一笔资金 慢慢慢慢的买上去 就好像我们的星云一样 就好像我们的利凯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 虽然说星云跟利凯呢 我们都已经获利了结出金了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证明 我们的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的好 操作 来 一样呢 你一定要问我说 老师你讲了那么久 我只想知道这礼拜选股是什么 好 来这礼拜选股的部分 来 我们过去都过去了 过去都过去 新的一年了 我还是希望说 哎 大家还是 想办法重新开始 不管你过去一年是好是坏 新的一年是全新的展望 全新的开始 来我们 上次的比赛也一样 我们上次的比赛 选什么也不太重要了 因为过去就过去了 那我们呢 要选什么 上礼拜我们选了一档网龙 网龙之后呢 他就一路震荡 持续的还是在走高 对不对 网龙持续走高到 我们可以看到 从我们上礼拜选股开始 上礼拜选股开始 他就震荡震荡之后呢 最后还是收高了 最后收高之后呢 今天收盘价 收在相对的高点 所以呢 走势是非常的强势 我认为这档股票还有机会持续向上走 为什么 整个类股族群都在涨 oh my god 是不是在涨 华裔是不是在涨 整个类股族群很旺 那网龙当有机会 跟着继续涨 所以呢这个礼拜我们的比赛选股 除了网龙之外 我们还继续选了 大宇 大宇 表现也非常强劲 他本身呢 卖了他的AP在大陆 大陆那边 授权的仙剑七侠赚 已经卖出去了 只有卖大陆那边的 那另外呢他们也布局了什么 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布局之后他未来是要朝哪 NFT那一块去走 所以他既有NFT的概念 本身呢又有第三方支付 所以呢后续是持续看好 今天呢股价 是收大宏 收大宏之后呢 有机会 短期上有机会持续的向上涨 另外还有两档的部分呢 是我之前有选过的一档 就是在上一季的比赛 有选过 检测的股票 叫做ABC啊 ABC一样啊如果之前有你有听我教你就是说九拳战法怎么用的话 我有教过大家 红吃黑 吃的越多 亮越大 越有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红 已经吃掉这边几乎所有的黑了 吃掉所有黑 下面又带亮 这就代表说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走势 那为了分 分散风险呢 我们当然也选了另外一档 同样是检测的一个 题材的股票 叫做亚诺法 4133的部分 今天一样是红吃黑吃的越多量越大 量很大 后续是持续的看好 另外呢因为呢我们既然选了游戏 也选了什么 还选了 检测股票 检测相关的一些类股 因为疫情嘛 疫情如果说下礼拜持续发酵 尤其是美国 美国单日确诊100万例 你说不需要检测吗 也需要检测 好所以呢我们就选主要选了这两档类股 另外呢也布局了一档就是台积电相关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厂 他叫做万润 万润的部分今天呢也表现的不错收盘价收在相对的高点 另外最后一档就是长荣行 长荣行的话其实今天表现真的也算不错 拉平 快要拉到平盘收了那么长的 下影线 所以呢我觉得这几档类股都值得大家去参考 这是下礼拜的一个 比赛选股 来比赛选股啊其实是比较适合 短期操作 我们中长期的布局我还是建议 大家跟我一样 持续的买进 持续的布局 买得多才能赚得多 好全新的一年全新的开始 错过我上一季的比赛啊 我上一季的比赛 总报酬是多少 65% 如果你错过了上季 今年是全新的一年 全新的开始现在比赛才刚开始第1周 想要跟我们一起布局 这一季的比赛 赶快跟我一起预约 下一季的比赛冠军吧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电话 下面透过电话 或透过旁边的QR Cod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此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摩尔证券头部 0800 66 8085 本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虽然尔证券鸡差 人员